相信許多眼見的球迷都有注意到 最近才重回一軍舞台的統一師外野獸 唐紹婷 身形跟過去相比是瘦了許多 他在專業醫師以及營養師的指導之下 瘦了整整九公斤這麼多 同時還有效保持肌肉量 沒有影響到打擊狀態 唐紹婷積極減重的原因 就是為了減輕腳步的負擔 上季總冠軍賽前不幸發生右腳阿基里斯劍斷裂的嚴重傷勢 當時外界普遍不看好 他還能夠延續球員生涯 但他還是咬牙撐過辛苦的復健 除了想證明自己之外 也想給年輕球員們帶來正面影響 我受這個傷 我相信加上我年紀 很多人一定都是會有聲音說 唐紹婷應該不可能會回來了 就是這樣的傷對於一個運動員來講 也是很嚴重 他應該回不來 那我其實沒有這樣負面想法過 在這過程中其實我都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我覺得我想要當一個榜樣就是說 我今天就算是一個運動員受了這樣的傷 如果我有辦法回來的話 我覺得對於年輕的選手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激勵 當作一個激勵就是說 如果發生一些比如說不如意啊 不順啊 我覺得都可以記憶他們是 可以希望他們能夠克服 然後然後然後去成長這樣子 希望自己的奮鬥歷程 能夠幫助學弟們更加成長茁壯 成功克服傷痛的唐紹婷 在九月十八號登陸一軍後便單剛先發位置 至今出賽兩場六打數 繳出兩安打兩次四死球保送的不錯成績 看來這艘唐帥快艇還是有充足的燃料 衝刺出良好表現 我來看車方八道